明哲英樓還有門外 機車全面燃燒 陷入一片火海 不時傳出爆炸聲響 大火將民眾從睡夢中 燒醒不少人 驚慌逃生 這棟 這棟 這棟都滑下去 我剛才燒不下去 都死了 還有熱心民眾發現 起火了大喊著 要大家快點逃命 幫忙通知消防隊 直升屋外停滿電動車 電池燃燒讓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消防隊出動13車 40人到場搶救 進入火場搜尋 遺憾的事還是在屋內 發現三位民眾逃生不及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我看到了 我的本菜的品牌 超過大味 我的本菜比較短 然後再一次就一個 人家的鬼公 比較短 會消毒喔 國情意外發生的彰化 北斗中山路上清晨6點多 民宅內突然冒出黑煙 房東 房客聞到燒焦味 陸續下樓逃生 沒多久整棟房屋陷入火海 消防隊在火場中陸續從二樓後陽台救出一名女子 兩名外籍移工也被燒傷 自行逃出外送衣 而在一樓右側平房一名58歲男性 四樓房間內一男一女 都因為逃生不及受困火場 被緊急送以搶救 仍然宣告傷重不治 家在我身邊消防是廢查 好啦 謝謝 你跟我被講師傅 還要筆路啦 還要再筆路啦 火警意外造成三死兩傷 由於民宅隔間出租 除了台灣民眾更有不少移工 監方以及火調人員到場調查採證 除了釐清起火原因 也要追究死亡火警的責任歸屬 TVBS新聞 陳志忠 陳鴻義 廖反一 SNG小組 彰化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